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啊 你看最近喔 而且你看喔 我就講你們這些人都臭屎辣啦 少來啦 檯面上的政治人物喔 柯建民不關我的事 啊有些比較三六九等的 就跑來打虛擾心 他更更最下等的 九等的那種汪汪拳 他媽媽是陸佩啦 他睡他才會賣台啦 第一件事情啊 所以全台灣陸佩洛共諜好不好 你要不要公布個法令啊 直接把所有陸佩洛趕出去啊 中佩洛趕出去嘛 好吧我沒意見啊 有種你這樣幹啊 民進黨送法案啊 我叫國民黨馬上支持你啊 國民黨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 不投票啊 好你愛表決你去表決 來把陸佩洛送出去啊 好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他媽媽根本不是大陸人 也不是中國人 其實說什麼 陸佩會在35年前在那邊賣早餐 智商是不是有問題啊 但各位你知道為什麼有用嗎 因為好笑及正義 好好笑 其實他媽媽是大陸人 中國人難怪他會賣台 我真的喜歡不起來了怎麼辦 我有時候就覺得喔 做一個媒體人應該要公正客觀持平一點 但對於這種 智障到這種程度 會隨便說人家是陸佩 然後還歧視陸佩 然後說難怪他會賣台 這我不知道怎麼評論耶 這個霸凌無關啊 這智商問題啊 而且打陸佩是沒有用的好不好 因為你要這樣打 OK啊 這是關鍵密碼的 你要打中佩 他是中佩 不能講他是陸佩 對 笑死人 What the fuck 好不好 我不知道怎樣耶 所以許曉星他媽媽是中國人 所以賣台 這種水準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喜歡起來 好不好 不是啊 民眾黨還有直接有什麼陸佩部分區耶 啊之前蔡英文不是 不是我看一下 中佩 你擔心許曉星的官司喔 我等一下會講啊 那代表你也傻了 各位啊 你們喔 坦白講喔 因為你每個人都喜歡當董王嘛 對不對 啊宇軒這樣講不對 其實應該是這樣子的 齁我覺得是這樣子 齁跟你講 那個是這樣子啊 你說錯了啦 那我一天大家會看 看你們再講一百次說 宇軒說錯了啦 其實是這樣子啦 對不對 各位你們很常看到嘛 你們每個都政治狂熱啊 都董王啊 然後結果一堆拉虛 在那邊 他許曉星被關了 許曉星被關了 然後你們就相信了 好不好 這陸佩沒什麼好講的啦 但我跟你講啦 各位 你們要講許曉星會被關 是不是 我直接給你看一個法條啦 來啊 我問一下好不好 各位你們把你的腦子打開啦 請問一下喔 外交部把 對 捷克 還有烏克蘭的 那個援助法案 列為密件 他是按照什麼法緣 他是按照什麼法緣 是按照什麼法緣 各位 各位董王們 各位 各位董王們 外交部把對捷克的 援助案 烏克蘭援助案 請問是依據什麼法緣 請問是依據什麼法緣 什麼法緣 什麼法緣 什麼法緣嘛 快快快 各位董王們 嘿嘿嘿 當然不是刑法啦 什麼法緣 刑法是處罰啦 王無奧 刑法是處罰 不是行為法 什麼法緣 你不怕 你們每個人都在那邊擔心 瞎緊張 你們沒有一個人想到說到底是什麼法緣 是不是 什麼法緣嘛 不 洩密的本身 他的先決要件是你洩漏是機密啊 你們都忽略到這點啊 那請問這件事情真的是機密嗎 啊是什麼法緣 好啦我跟你們講啦 好不好 笑死 嘿嘿嘿 你在董王 文書處理手冊 好不好 各位 欸 糾結 導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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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扁壽 導播 再來喔 欸對 按照這個法緣 這看起來像法律喔 不是啦 我跟你講啦 捷克三月公佈那個不重要啦 那個是後段 你如果在討論說 捷克三月就公佈對不對 好我承認這個事實 但我 我在跟你講的是 前提他得是密件啊 你講捷克三月就公佈等於 你承認他是密件啊 他根本不是按照 國家機密保護法的密件嘛 他叫做文書處理手冊 OK很可愛的 公文書文書處理手冊 來 起訴書 書院書 外交機關支隊 外文書 僑胞是往來書信 簽收文件判你 保密 歸檔 等等 這是公文書的文書 俗理手冊 OK 啊 有沒有看到 這麼無聊的東西 這是屬於什麼 行政命令層級的 各位 這是行政院訂定的 行政命令層級的 對啦 這是內部嘛 這行政命令層級的啦 行政院自己訂的好不好 啊 所以他把它列為密件 是用這個奇怪的法律 我知道你們都不知道 啊 這誰跟我講的呢 啊 這是我昨天跟 善後知大哥 我們共同聊到的 善後知大哥教我的 好不好 因為善後知大哥是立法通 有沒有看到 所以各位 他不是機密喔 他是保密規定 他是保密規定 所以誰可以決定他是保密 啊 他是用文書處理手冊 這個行政層級的 命令 跟規則 來去訂定 保密這件事情 所以到底誰說的算 誰說的算 誰說的算 外交部說的算 欸 所以各位啊 今天如果外交部發一個函 給立法院 說 你各位委員都給我吃大便 好 然後保密 機密 他可以這樣做喔 各位 他可以這樣做喔 然後 然後有一個立法委員拿出來說 外交部叫我吃大便 然後外交部說 幹嘛 泄密 這刷什麼智障 哎喲玉迷去讀書啦 沒讀書講人話嘛 我在講什麼都聽不懂嘛 對不對 可憐啦 誰跟你國民黨啊 你全家國民黨啦 你爸媽國民黨 你生下來小孩也國民黨 你孫子也國民黨啦 你家的狗都國民黨啦 丟臉死了 跟你講法律聽不懂 講人話聽不懂 哇哇哇 廢拉一下 你要跟他廢廢 他只有辦法跟你溝通而已啦 笑死人 哎對啊我就跑笑哥啊 你是白癡嗎 講這個會痛嗎 我還咆哮三樁耶 這搞笑喔 可憐 所以各位啊 外交部喔 往後都可以季風寒說 玉米給我去吃大便 對不對 然後密件 你不能公佈喔 你公佈的話 你貼在臉書上的話 你會洩密喔 好不好 因為根據很好笑的文書 處理手冊 他可以叫你去吃大便 但是你不能公佈 這就是外交部奇怪的密件 啊 啊 對嘛 有狗有狗在叫是不是我們聊天室啊 奇怪了 笑死了 沒有我沒有精神不錯啊 我看到這些傻逼我精神就很好啊 耳朵痛是不是 來快來傻逼啦 你跟我講啦 來你要怎麼起訴嘛 傻逼 你懂不懂法律啊 沒讀書 沒讀書就去玩殺 玉米說 昨天大白話不見你對國昌老師咆哮 國昌老師有對我咆哮嗎 啊 黃國昌有對我咆哮嗎 各位你們可以去調紀錄 你可以去看 黃國昌他有沒有跟我有任何的互動 所以我跟你講啦 你是小草是不是啊 小草我就不跟你計較 我今天沒有要找你們麻煩 你小草去旁邊 我今天沒有要跟你算賬 小草去旁邊玩殺 如果你是小草的話 那應該是小草啦 他不是 不是啊玉米 你小草你在亂什麼啦 這件事情跟你們柯文哲也有關係耶 我今天又沒有要罵你們柯文哲 你是有毛病是不是啊 搞病狀況耶 不然你是小草耶 你是白癡嗎 你不是喜歡許小新嗎 所以你在吵什麼啊 這鬧什麼啊 不是啊他不是民進黨的啦 他這個傻逼喔 在這邊爭取人家認同啦 不用理他啦 我們繼續啊 所以各位啊 來再來第二件事情 他是根據文書處理守車運動的喔 所以外交部叫你去吃大便 你也不能公布 知道嗎 那你不要真的去吃好不好 你可以叫他去吃 你送還送給他 這是第一件事情 這是第二件事情 國家機密保護法 對啊 這小草是智商的問題是不是啊 人家在討論別的事情 他們在瞎講或什麼 那你們不是也喜歡許老新嗎 閉嘴啊 電電好不好 浪費大家時間 國家機密是核定 各位這是國家機密保護法喔 這時候回來了 核定為國家機密 各位我跟你講喔 你看喔 建立國家機密保護制度 你看喔 本法稱國家機密指 卻為國家安全利益有保護者 對政府機關持有保管之資訊 依本法 核定為機密等級者 依本法 依本法 OK 所以請問一下外交部的那一份文件 有沒有依本法 有沒有依照國家機密保護法 沒有 因為他是用文書處理手冊 OK 他是用小本本手冊 所以根本沒有核定過 那好不好各位 聽懂了嗎 吳釗憲那個傻子 他所謂的機密 根本沒有經過國家機密保護法 核定過 因為國家機密保護法核定之後 他有三種等級啦 絕對機密及機密機密 是不是對你們講太困難了 小嫂聽不懂沒關係 你就去挺科文哲就好了 你支持許好青就好了 我不在乎好不好 你聽不懂就去旁邊 不要在那邊亂 我知道對你們講太困難了 你們只會這樣 呵呵呵呵呵 我知道啦 你們水準就這樣嘛 高興就好了好不好 絕對機密 大人在談事情 小孩子去旁邊玩 好 好極機密機密 所以我跟各位講喔 許巧欣公佈的那一份 根本不隸屬這三者 他只是密件而已 用文書處理手這列的密而已 因為他的受函對象是誰 各位你知道嗎 他是由外交部發函給各個委員說明的 各位他是由外交部發函給各個委員說明的 所以他根本不屬於密件 各位你用動動你的腦子講好了 你今天外交部要發函給立法委員說明 你會去申請該份說明文件 列為國家機密保護法之國家機密的機密等級 而且你仔細看 洩漏後足以死國家安全或利益遭受損害者 所以我們這個起制的外交部喔 才會在那邊講說 我們國家受安全受損害了 許巧欣毀壞我們國家的安全 沒關係沒關係你再繼續講嘛 我等一下就炸大料 你看搞了什麼東西不要以為大家都不知道 不要緊張嘛對不對來 所以各位我跟你講這三點根本不適用啦 來再來這一點更好笑 國家機密是核定 這個叫做根本性母法法源的原則 因為所謂的文書安全手冊 他只是作為保密 就是有些東西大家低調不要講 但他不屬於機密 但他的概念跟精神是一樣的 隱瞞違法或行政疏失 限制或妨礙事業之公平競爭 掩護自然法人之不明慾行為 拒絕或延遲應公開政府之資訊 這1234點你只要有犯到其中一點 不好意思你都不能列為機密 你都不能列為機密 各位聽懂了嗎 所以1234 這都不能列為機密 那請問一下第一點有沒有 當然有行政疏失啊 不然學老師應該有爆料 爆心酸的喔 當然有行政疏失啊 為了限制或妨礙事業之公平行程 有啊 請問一財廠商為什麼你沒有公開 到底是哪些廠商可以去 卻評重選 掩護自然人法人團體機構之不明慾行為 有啊你外交部丟臉啦 你無招勢丟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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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無招勢被林家用踹走啊 滾蛋了 你去國安會秘書長當代退老人 很丟臉啊 為拒絕延遲提供自公開政府資訊 第10項就直接中了啊 本來就應該公開了 你憑什麼不公開 所以各位國家機密保護法的精神有寫喔 不管是文書處理手冊 或者是國家機密保護法 如果你不能列為密件的東西 你列為密件 那都不成為密件 那你頂多只能去宜蘭買密件 此密件非彼密件 聽得懂了嗎 所以我在講什麼 我在講根本性上的問題 外交部的這份垃圾文件 就跟你全家去吃大便一樣沒有屁用 它本來就不是密件 而且法源也不對 根本不能告 就告嘛 耍滴呢 照這個邏輯 啊你說了算喔 欸可以這樣 外交部每天殺人放火 然後都列密件 你都不能講 都密件 欸很好笑欸 以後立法委員要監督外交部全部都列為密件 可以這樣 所以我跟各位講啦 今天這件事你不要大家覺得開玩笑啦 我跟你講啦 國民黨也好啦民眾黨也好啦 現在都出聲了嘛 國民黨當然挺虛好心嘛 黃國昌也說看不出來哪裡泄密嘛 黃國昌是什麼 康乃俄法學報酬呢 跟你們這裡不達成不一樣呢 康乃俄法學報酬說我看不出來有什麼問題啊 我覺得沒問題啊 所以我在這邊鄭重呼籲啊 這件事情要去處理 因為今天民進黨喔 如果讓此惡例一開 現在的重點根本不在於徐巧欽個人 也不在於說這件事情告不告得成 這都歪樓了 而是行政機關到底可不可以面對 在野黨立委的監督竟然提告這件事情 我跟你講你今天喔 坐壁上關明天就輪到你 我跟你講有 我保證民進黨只要得逞 有一說一有二說二接二連三 今天告完徐小新 明天告你洪孟凱 後天告你廖偉翔 我看你們這些人哪一個人承受得住啊 我看你們這些立委哪一個人承受得住啊 所以不要在那邊給點點啦 絕對不關你的事情啊 再來第三件事情啊 我這邊也公開呼籲啦 這一件事情等於是行政機關 對於立法院監督權明目張膽的挑戰喔 所以我認為韓國瑜跟江啟臣必須要有聲音 我再講一次 這一件事情是明目張膽的行政機關 對於立法權監督權的挑戰 政府院長必須要有態度 這一件事情跟什麼藍綠誰都沒有關係 今天就算是民眾黨的人被告 我也笑不出來 因為行政機關 史上從來就沒有人這樣幹 更黃論他援引的法條根本是錯誤的 他的要件也是錯誤的 還可以我去按零控告 可以他在那邊做大戲 所以我在呼籲兩件事情 第一個啦 你朝野必須要有一個共同態度出來啦 你們認不認可這件事情 不認可不管你要送一般提案 還是幹嘛的 連署一個態度出來 行政機關不能對立法委員做這件事情 再來第二件事情 政府院長一定要有態度啦 我話就放在這邊了嘛 胡搞嘛 那法務部可不可以告人啊 司法法制大家不用呆了嘛 法務部一言不合就告你嘛 然後叫自己人去審嘛 可以這樣搞 各位你們有沒有思考這個問題出來哪裡啊 那今天外交部可以告法務部能不能告 這是求人間裁判嘛 藐視國會罪直接修進去了 行政機關不得提告立法委員 你可以滾啊 反正你們柯文你去看你柯文哲的直播啊 柯文哲的直播人更少欸 同文層更薄欸好可憐喔 同文層個屁啊 同文層你妹啦 那同文層我全部收視率全台灣最高啦 那全台灣都有同文層啊 你回去玩你的草吧 好不好 好不好 各位 滾蛋 get the fuck off 好不好 loser 啊各位啊 所以 剛剛那些呼籲 好不好 你們這些立法委員 不要每個人都作弊上關啊 聽得懂嗎 所以這不是學校新聞的問題啊 最後一個總結啦 每個套一句那個沈伯萬都在講的話 其實國民黨才該講這句話 我們每個人都是許小信 在野黨都該講這句話 我們每個人都是許小信 你試試看 你今天作弊上關 我跟你保證 民眾黨的立委絕對更容易突出 那到時候就沒有人會幫你 沒有人會救你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黑鍵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在這次玩過 是個掌握者的一面 是時候叫做教學oitia 選擇搭乳 在家靈場 天下的目標 是非常詳細胞 是就是 養成功做好 打扣 可以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